现在我们在槟城杏州桥这边 今天我身边有一个小姐姐 叫什么名 Alice Alice the Wonderland 还是Alice Patricia 都可以 都可以啊 今天她就是我这个视频的模特 今天我将会用这台 Sony的A7S III 来拍摄这位小姐姐 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 I need you With me by my side It's all I know now I need you With me by my side I need yo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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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S III也保持了索尼A7系列的外型 握把就以A7R4类似 手感相当的不错 机身重量大约699克 内建5.5级的防抖功能 第一个原因买A7S III 就是这次索尼把电子光景器 提升至944万点 超越了其他相机品牌的极限 使用过A7S III的电子光景器就很难回头去适应比较低降速的光景器 喜欢手动对焦的这个电子光景器会帮助不少 使手动对焦变得更方便 944万点呈现出来的颜色也变得更准确 更接近4G要拍摄的场景 需要使用NinjaFi做外录的 A7S III也提供了一个HDMI 比起Micro HDMI接口就比较兼顾耐用 最重要的是SD卡槽的设计 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记忆卡 这台机除了可以放SD卡 也可以放CF Express 它特别的地方就在这边 同样的卡槽 你可以同时可以使用SD卡跟CF Express来使用 假如说你用300Mbps的 那个SD卡UHS-II的 应该都已经足够可以拍摄 除非你真的是要使用OI600Mbps的 那么你真的是要买CF Express Type-A的卡 第二个原因 A7S III内录可以录制10bit、420或422的规格 4K最高可以录制120帧 FHD最高可以达到240帧 都包括Long GOP及OI的设置 从60Mbps到600Mbps都可以做选择 当然也包含了S-Log2、S-Log3及Hits LG的Picture Profile 外录又可以录制60帧RAW的规格 几乎都具备了全部基本视频拍摄的功能 第三个原因 A7S III的对焦系统 表现就是很出色 对焦准又快 眼睛控制对焦是相当的厉害 使视频拍摄过程方便许多 还有Subject Tracking 只要在机身屏幕点一下 A7S III就会定做主题自动对焦 这个视频的眼睛对焦实在是 可以讲说是很有效力 可以自动的对照Alice的眼睛 所以A7S III的对焦我可以讲说是 应该是相机里面是最好的 A7S III有内建ZyroData 这就是买这台相机的第四个原因 拍摄视频后可以在电脑使用Sony的Catalyst Brown的软件 把视频画面加以稳定 效果一上稳定器一样 是相当适用的一个功能 如果你不想带稳定器出门 可以考虑使用这个方法 让画面大到像稳定器的效果 不过要记得在拍摄之前 要把机身及镜头的防抖线关闭 才能发挥ZyroData的功能 第五个原因 就是在低光源之下 应付高ISO的表现 这台A7S III真的不得了 高ISO的噪点 根本都不会影响画质 保持了画面的清洁度及锐度 据说这台A7S III 这台机它是有View ISO 虽然是Sony的官方网站 没有提到这一点 不过有很多YouTuber 他们在做测试的时候 有发觉A7S III 就是有View ISO的 意思是说 当你拍摄超过 12800 ISO的时候 这台A7S III 它是以另外一个 ISO的调整的控制 来使画面变得很清洁 就是说 噪点没有那么多 当然每一个Picture Profile的 双延伸ISO的设定都不一样 如果使用H1G3 它的Base ISO是在100G2000 那么在ISO2000前后的设定 画面噪点的出现都会不一样 总之在低光源之下 要减少画面的噪点 就要记得这双延伸ISO的设定 这就是我买A7S III的五大原因 计备这样的功能 应该可以让我用上好几年 好好地去了解这台相机的功能 我相信可以拍出不错的视频 如果你是对拍摄视频有很大的兴趣 我很推荐这台A7S III给大家 接下来我会测试拍摄RAW的视频 看看这RAW的视频功能 会呈现出怎样的视频效果 也希望有机会 再测试12MP的拍照效果 这次还要谢谢两位朋友 Andy Wang及Yan Shan在幕后 帮我拍Behind the scene 还有指导如何去构图等等的事情 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此为止 你已经中毒 让我帮你解解读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 你们想不想认识这位小姐姐 名叫Alice 请问你有什么 微博还是Instagram 还是Facebook吗 有啊 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其实都没有讲什么 你的Facebook 你的Instagram是什么 我的Instagram是AlicePatrick 我会加在下面 Facebook也是一样 Facebook也是一样 假如说你们喜欢 想要认识Alice的话 请你们加入她的Instagram跟Facebook 然后 你平时是做什么的 我目前是做就是 Casting 的电影幕后制作 然后也有做一些 Online Business这样子 哇 像我这样的Uncle可以做什么角色啊 可以吗 其实你可以就是 做一些配角开始吧 嗯 没有还不可以做主角 对 要从配角开始 这样可以演什么角色 做爸爸 对啊对啊 其实因为你的整个那个路 是比较斯文 然后也比较稳重 我觉得是那种很好的一个爸爸这样子 不可以做奸人啦 对 因为你的样子不像 嗯 就那个hold the camera 我觉得那个男生比较像 哈哈哈哈 嘿嘿 我是射魔啦 摄影的色 请按like 记住subscribe 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